外送員騎車載著太太 到這家工廠前要回轉 突然間 一團黑影衝出來 往後照鏡一看 居然是一隻大偶犬 一路狂吹狂吠 老天爺啊 當下外送員 像逃命般的狂吹油門快閃 從後照鏡看到的時候 就已經離我很近了 然後就想說油門趕快吹下去 外送員油門吹到底 好不容易才把偶犬甩開 陳仙人說 22號中午他接到訂單 太太和他一起外送飲料 騎到這一處工廠要回轉 突然遇上沒戲神的大偶犬 被他一路狂追狂吠 要是慢一點 後座太太的腳 可能被他咬到 老婆當下驚嚇的反應是怎麼樣 兩隻腳全部舉起來 因為畢竟沒有被 那麼大隻的狗追過 以後不太敢經過那邊了 因為太恐怖了 陳先生自己也有養狗 目測那隻偶犬大約四五十公斤 體型相當大 要是被他咬到或鋪倒就糟糕了 洞房所說 會通知狗主人要做好管理 如果違反規定 依洞保法最高可處 十五萬元以下罰還 外送員和太太 這一回誘金無險 自嘲說 外送跑多了 難免會被敖犬追殺 記者陳盛偉林偉志 蘭志儀彰化報導